我们这最大 哇 这次是全场最大的一斤多的 哇 在老家也能实现牛蛙自由 回老家了 就必须得干点老家的事 今天熊儿上来做客 昨天去县城买了30只牛蛙 让熊儿实现一下牛蛙自由 开稿 你这人真的是 好歹也在厨房里面干过 洗锅上游 下入姜跟辣椒 火都还没起来 不好意思 先烧好 先把姜跟辣椒炒香 炒香以后下入火锅底料 还有鸡气了 香味出来了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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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水你都非常怪弄 咦 咦 咦 不行了 炒香以后放入水 给你做个饭真不容易 弄得一升都是油 哎呀 水不够加点水 哈哈 然后把这个牛蛙给倒进去 30斤的牛蛙高里头 哎呀 哇 这爽了吧 起锅了啊 哇 看这个牛蛙有没有食欲 哇 太好吃了我去 哎呦 这个牛蛙上了一颗 对 哎呀 对 来 最后一个环节啊 破油 哦 哎呀 哇 哈哈 来了 开饭了 碰 开饭了哈 做好了哈 这也太辣了吧 哎呀 看这辣椒 来来来来 不要客气哈 我看上去 来搞一个 应该是很香的 太香了我去真的 对不起了老虎 哈哈 哇 哇 我搞一个最大的哎 兄弟们 哇 在老家也能实现牛蛙自由 嗯 嗯 哈哈哈哈 嗯 好吃的方言都飙出来了 哇 真的好吃 我真的没想到自己做麻辣牛蛙 竟然做这么好吃 真的 不压于店里面的味道 啊 辣椒还是要够 嗯 拿着大的 要沾到那个辣椒油汁 哇 哇 后背 嗯 这牛蛙肉很多 哇 这个是我妹夫也是第一次上镜哈 嗯 这个肉很结实 嗯 这也辣吗 不辣啊 辣 哈哈 哇 好香啊 真的香啊 我怕不够吃了 嗯 夹子不够 这是三十四不够吃 夹子五十只 好吧 我感觉是不够 吃到你满意为止 是觉得好吃是吧 下面泡到味更好吃 好吃吧 哈哈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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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做饭的天赋是吧 这自助餐里面我都没见过那么多牛啊 哈哈 在自助餐哈 你哥能把这一瓶里搂了 三十只 这不够吃嘛 哈哈 哈哈 我都感觉可以吃一半 嗯 真好吃 哎呀好吃 你下面泡一下味更香 来 更辣 哎呀兄弟们 哎呀 在家里面 嗯 嗯 你擦擦这个肉 好吃 嗯 嗯 嗯 哇 这个头又有真紧实 很爽 一口就像是一吃一个小鸡腿一样 超大一块 慢慢的都是肉 嗯 妹夫给你夹一块来 来 来来来来 哇 把弟弟夹一块来 给弟弟夹一块来来来来 哎呀 哎呀 回来老家哈 年轻人坐在一桌 坐上一个麻辣的牛蛙 家里面没怎么吃过 他们吃的嘎嘎香 老人吃不了 太辣了 别那么多的花椒 有麻又辣 好在我还后面放了盐 是吧 味道刚好哎 嗯 沈沈来吃一个 沈沈 来啊来搞一个 有什么不敢吃的 一点不辣 味道刚刚好呗 嗯 一点都不辣 嗯 哇 满满的肉 鸡腿肉 嗯 这一口就像一个小鸡腿一样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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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 这好不 那好不 可以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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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块给你想的 对啊 我拿一块给你想一下 嗯 看看 一点也不会辣 嗯 这有什么多少只啊 三十只 有点辣 一点点 有点辣 拿一个碗过来一起吃 我不要 我这还没给它沾辣椒油呢 想想想 哇 我老虎的腿就是大 我去 来 多吃点哈 搞不下去了 不是说能吃三十只吗 就搞不下去了 你这去吃住餐也是个赔钱货 要换一下它吧 有意思 别看人高麻辣的哈 他吃东西也一般 他吃东西也一般 他吃东西 他吃东西 给你买了 等下 你给我拿一下 嗯 可以可以 他吃东西 可以 可以 停不下来 这一盆都是我们几个的 我已经吃了三只老虎了 嗯 你挖的肉比较紧实哈 嗯 哎呀肉味好吃哈 倒点挖的比较嫩啊 然后差点在这里 我只能吃骨架 哎真好吃 你挖的大得很大 一斤多哦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要米饭 你不要米饭 吃牛蛙呗 当住餐吃 来吧 听说 哎 我叔叔还在外面打钩 靠这个摄像头给我们发消息 哈哈 嗯 嗯 可不能吐泡泡哈 嗯 哈哈哈哈 嗯 老婆吃好吃 啊 嘴巴你拿了 真贵 你该说不该说话 老家不管是柴火炖出来什么都好吃 柴火炖出来什么都好吃 嗯 嗯 这是你烧的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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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健身大人 健身大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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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越泡越入味越好吃 真的 越泡越入味越好吃 真的 火候也控制的好 嗯 吃的我满头吃汗 做菜的人放料也放得准是吧 哈哈哈哈 來兄弟们 看下这个牛娃 哇太好吃 根本停不下来 哇 我们这最大 哇 这次是全场最大的 一斤多的 哦 铜盔带的也帅 哈哈哈哈 要是蒙牛 他们说牛蛙的速度没有快 要不给你搬个奖 嗯 嗯 哇 太喜欢这牛蛙 嗯 很难得就一割菜 能吃那么多 哈哈 真好吃 嗯 三十只牛蛙 不够吃 哈哈 你说难不难 哈哈哈哈 嗯 这里,小子老子 哈 哼 这儿怎么可以 有个荣 Enter 哼咗 真的没几只了 哈哈哈 哈哈 aff 今天牛蛙没做过哈 下次直接搞50只哈 好了朋友们 这期视频拍到这里了 喜欢大巴视频呢 记得留言关注啊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哇 给我上的全日黄的海胆 呀呀 爽的我去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胖 一个让自助餐老板色色发动的安救我 今天咱们来到了武汉啊 到武汉只有两天的时间 所以说咱们吃两天最贵的自助餐 今天咱们去吃日料528一位万岛啊 好 走 看看菜饼啊 8590是有预约 两位 是的 我看咱们这边的自助价位是有两种是吧 有哪两种 一个是428的 一个是428一个528有什么区别 428的话多几个 多6个菜 前面三个是限量 后面三个是不限量 那要吃的话肯定是最好的 是528的嘛 是不是 你限量的菜饼都给我来一份嘛 好 然后不限量的海胆的话 一次性给我来个30个或者50个都可以 深海熬虾也不限量是吧 这个熬虾先来20个吧 不够咱们再点哈 不能浪费 那今天我们要找准主攻方向哈 这个海胆咱们得多吃点 30只远远不够 等会可以再加哈 等会再来个50个也可以 说实话哈 528一位龙虾限量半只是多少 让我有点不得劲哈 但是该上课还是得上课啊 像吃这种铁板日料哈 它的菜都是一个一个上来的 这个是限量的 应该是澳洲和牛 或者说是日式和牛 近距离看一下 这个还带点血色 来呢第一口哈 肯定是老规矩粉饰先吃啊 哈哈哈哈 嗯 哇 好香啊 嗯 一咬门口包的 哇 它这个和牛哈 嗯 哇 它这个和牛哈 油香油香的 我去 脂肪分布得很均匀 特别香 嗯 一油微镜 可惜是限量的 哈哈 哇 这个是限量的美人半只的是吧 呵呵呵 这个要好好吃一下 好好品一下哈 嘿嘿 来 第一口奥龙 粉饰先吃哈 啊 这玩意限量太可惜了 真的 嗯 哇 它这个芝士菊的味道很浓郁 真的 特别特别香 哇 看这个肉质粉嫩粉嫩的 嗯 哇 好吃 嗯 哇 真香 要是这个东西不限量就好了 真的太可惜了 这个马粪海胆是不限量的哈 但是吃海胆的话 这么吃也鲜 没有大胖的蜜子丹酱 这个是没有灵魂的 真的嗯 嗯 别跟我说这个什么海胆要沾什么赤身酱油了 这个沾辣椒油沾我的蜜子丹酱 我告诉你哈 能能多吃三十三十个下去 嗯 嗯 嗯 我的海胆上完了吗 还没有上完 还没有上完 还有一盘同样的海胆 哦 谢谢 我先吃一盘原味的 等会我的那个辣椒来了以后 我就做我的蜜子蛋酱 它这个海胆很新鲜啊 真的特别特别鲜甜 嗯 很多人会问哈 海胆是什么口味 好看你它很鲜很甜 口感有点像果冻 特别特别好吃 嗯 今天这海胆哈 我轻松吃它一百个 真的 虽然你奥龙限量 但你海胆不限量 呵呵呵 就吃你海胆 哇 嗯 哇好吃冰冰凉凉的 吃就弹弹 太完美了太完美了 嗯 哦 哇 它的海胆太好吃了 真的 不要蘸蛋酱好吃 嗯 一盘搞定 下一盘 好久没有吃日料了 今天肯定会有很多人在评论区评论说 啊大胖 你自己就来吃五百多块自助餐 带你老大人就吃几十块自助餐 拜托啊 我老大人不跟我出来 他跟我出来 我带他吃一千块自助餐都没问题 知道吧 也有很多粉丝评论说啊 你光带老大人就吃 你不带你爸去吃 这一次大胖就是回福建 路过武汉 所以说我要带我去爸 所以说我要带我爸去吃海鲜之助啊 去吃日料之助 什么都吃 行不行啊 哈哈 他这个生蚝是我第一次见 为什么说是第一次见呢 他这个生蚝是用的剁椒酱 蒜蓉剁椒酱 尝一下好不好吃啊 嗯 嗯 生蚝个头不大 我说实话这个没有蒜蓉酱好吃 但也没有清蒸的好吃 他这个生蚝真的稍微有点老了 有点嚼不动 不嫩 嗯 嗯 好谢谢 还有一个 嗯 海胆又来了是吧 怎么第一批的海胆跟现在的海胆 颜色不一样 分公母是吧 第一批来的海胆是比较黄的 这批海胆的话它是比较白 感觉品质这个稍微会差一点 好 吃起来其实也差不多 我也没出之过所以然来 这个肯定是母海胆了 这个比较黄 尝一下啊 嗯 都好吃 主要是鲜甜的都好吃 这个是我让他调的一个蘸酱 我看一下好不好吃 尝一下吧 焦一点上去我不敢焦太多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调得出我的蜜质蛋酱呢 我去 哇他调的蘸酱真的 不能用太难吃来形容 简直太难吃了 嗯 还是就这么吃吧 我告诉你 这海胆原汁原味吃还更好吃 嗯 你好 我这海胆再帮我浇三十个呗 好 三十个 对 三十个 好 我要那个黄的哈 我不要弄白的 我去 我接一下没事 哈哈哈哈 是一份大冰盘 我去我不知道从哪个开始吃了 一人一盒这个鱼子酱 看一下它这个鱼子酱的品质 哇 尝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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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鱼子酱 这边是牛奶骨 嗯鲜鲜的 来拨一个 咱们这边有帮帮拨虾的服务吗 可以 可以是吧 那你帮我把那熬虾前拨了吧 好 谢谢啊 还给你 好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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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嗯 看到没 服务就是质量的 哈哈 哇 这个怎么有点吗 这个 有点了 这你吃吗 这个是我把你们专下的牛奶骨 哦 需要吗 需要需要需要 限量的是吧 不限量 这个吃完了还可以再加 哦 这个是牛内骨是吧 好大一块牛骨 哇 我尝一下 嗯 还炖的奶香奶香的 但是并没有想象那么好吃 没有在我在 没有我自己在家炖那个 牛腩炖萝卜好吃 这没那么好吃 嗯 但是很软的很入味 这个母大家看的品质非常非常OK的 沾点这个赤城酱油 嗯 说实话哈 这个蘸这个是真的浪费 我感觉是 嗯 真没有我那个蜜汁蘸酱好吃 但这个肉质哈很鲜甜很紧实 特别特别棒 嗯 来个不一样的 往这个上面放点这个 鱼子酱 让它彻底升滑一下 然后沾点这个 沾点这个吃人酱油 然后 再来变它这个鹅肝 哎 你们有这么吃过吗 嗯 熬虾配鹅肝 再配鱼子酱 这一口 粉丝先吃哦 哈哈哈哈 哇哦 哇 这个口感相当奇妙真的 哇 哇 它这个鹅肝已经超出了好吃的范围了 可以说是奇妙的感觉 特别特别棒 再来一勺 这样的搭配真的好好吃哦 嗯 超香超香这个 哈哈 嗯 满足 这个是鲜活的阿拉斯加血蟹腿 很多人对这个蟹可能比较陌生 对帝王蟹可能比较熟 这个就是帝王蟹的表弟啊 嗯 肉质很鲜甜 果然是鲜的 520块钱一味哦 528一味 你要每个拿得出手的东西还真不行的吧 嗯 我找老板推票去 哈哈哈哈 嗯 这个鞋蟹腿还是可以的 哇 我先放出片啊 等下服务员把你放里面好吧 嗯 好吃 等下他就已经来放里面了 没事 没事没事没事 哇 哎 给我上的全是黄的海胆 哎呀爽了我去 哈哈哈哈 一打眼的功夫我老婆偷吃了10个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他这个海胆的质量 黄色的 跟鸡蛋黄一样 特别特别黄 嗯 哎呀好好吃 你好土瓶银再给我来两份 海胆 海胆是多的哈 热饮热食一定要跟上 哎麻烦这个海胆再给我来20个呗 好的 好谢谢哈 嗯 哎呦真的美哦 嗯 吃海胆的速度一定要跟上 嗯 哇 好好吃啊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 这海鲜吃多了哈 它胃里面就会空空的 所以说要吃一碗米饭 舔一下 这样才满足 好了朋友们 这期视频拍到这里了 528 我也不知道我吃回来没有 好了 下期武汉自助餐见 看一下 这个是帝王蟹的腿 虽然这个帝王蟹是活动的 不是新鲜的 但是吃起来的口感还是很棒的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胖 一个让自助餐老板色色发抖 男人就是我 今天我们来到了太原一日游 来尝一下太原最贵的海鲜之助 378一味 已经到了 在这边 给老板上一颗去 有打电话预定 只要咱们走入餐 就买了100克 让服务员签诺 员签诺 咱们先煮个面 先垫垫肚子 来 第一口面 粉丝先吃 太香了 太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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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他们家的燕窝 这个是他们家的焖的一个排骨 非常的有食欲 我的天啊 不客气了 酱味十足 非常入味 而且这个排骨采用的是那种肋排 你知道吧 刚才吃一碗面只是为了垫肚子 现在才开始 这个是小八爪 很鲜很嫩 烤羊腰子 全是原油的腰子 嗯 嗯 哇 你好有大蒜 有 谢谢 嗯 又去拿了一拨菜 拿了两桶小海鲜 它这边的话 鲍鱼啊 还有一些皮皮虾 跟这些虾都是鲜活的 实际上帝王蟹的话 它是七点半才能供应哈 先把这个放进去煮了 哇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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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满满的一锅 我的天啊 像太原的话 它不是一个靠海的城市哈 所以说它的海鲜的新鲜程度 明天下一期视频我们上海见 哎呦 我超喜欢的红酒鹅肝哈 哇 嗯 哇 这个鹅肝煎的还不错 非常不错 哇 好吃 蓝莓口味的 嗯 哇 嗯 这个鹅肝我很喜欢吃 所以说一会儿我还要再去拿一点 咱们的一盘虾就已经煮好了 要是这边有个小哥哥帮我剥虾就好了 哈哈 我来 啊 你来啊 好辛苦一下 哈哈哈哈 然后虾的话有小哥哥帮我剥哈 我吃一只这个 烤鲁哥啊 刚烤出来的 哇 是不是特别的金黄 特别的诱人 对不对 来粉丝吃一口 哇还滋滋冒油 看到没 嗯 嗯 嗯 烤的表皮特别脆 很香 里面的肉很嫩 汁水又特别煮人家吧 哇 嗯 很烫是吧 哈哈 没事不要害羞 我不欺负人 哈哈 小哥哥被他害羞 方便落个地吗 不要了 不要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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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女朋友 没有 没有啊 帮你介绍对不对 哈哈哈哈 那太远的男孩不都是 特别活泼的那种吗 你怎么那么害羞呢 不是太远的 不是太远的 哦 哈哈 哇 这烤鲁哥 特别紧实这种 嗯 好 我自己来摸吧 辛苦了 对对对对 辛苦了 哈哈哈哈 我会不好意思的 嗯 哇 好好好 谢谢 好 一吃一下就好了 哪能让小哥哥一直这么剥的 你知道吧 来尝一口小哥哥剥的虾啊 哈哈 哈哈 来 沾点我们的辣酱 就刚才那个胖当家的那款辣酱 好 牛肉酱 哇 太鲜美了 真的 本身这个很酱里面本来就有海鲜 配上这个海鲜那就更海鲜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每次都找一些小哥哥过来剥虾 有很多网友就说能不能找漂亮点小姐姐 下次啊 哈哈 哈哈 嗯 因为这个虾还是新鲜的哈 所以剥虾的话还是那个三步骤 你看就已经剥下来了 沾点酱 烤鲁哥继续啊 哇 嗯 其实烤鲤鲁哈就要弄得那种干香干香的才好吃 你知道吧 像卤味的鲤鲤哈我吃不来 像这种烤的真的是超级香 连骨头都是脆的 这个虾就已经剥好了 倒上我们的牛肉酱 一大块牛肉粒 看到没 我这酱太香了 心水煮出来 大加配上这个牛肉酱确实很香 看下这个是帝王蟹的腿 虽然这个帝王蟹是活动的 不是新鲜的 但是吃起来的口感还是很棒的 吃起来的腿肉啊 他们家的水果 樱桃 这是什么酱 大家 好了朋友们 这期视频给你拍到这里了 喜欢大发视频的 记得留言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上海见啊 拜拜